你们以前的绩效跟现在的绩效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有几点变化 我先讲几点变化 现在视频 你们每一天必须上场视频 知道没有 我现在已经在群里面跟你们说了 视频 以前一个月是30个视频 现在一个月至少60个视频 一天两个 一天两个视频 粉丝通 YouTube Facebook 这三个平台是必须得上来 这三个 这是必须的粉丝通 首先是粉丝通 你的视频在粉丝通是服务粉丝通要求的 那你就把这个视频就是再次影响 YouTube Facebook 再上一次 这就是一次资源三次利用 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一次资源十次利用 就是讲讲你资源要多利用 就是一个资源你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就是让它的效率更高 所以说你拍一个优质的视频 它会在很多方面都会使用的 这个就是我要进行改革的 这个新的技巧 这个文件我会发到群里面 你去看 我们发视频再也不能随便玩任务了 这个视频我就把它看着比 你寻找可能更重要的一个任务 你们不能够随便复应 就是拍一个视频 随便写一下 这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我都会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卡核内容来写了 还是每一天我都会看你们的视频 视频不符合要求的 我直接就靠他掉 绝不会让你上到阿里巴巴号台去 上不到粉丝通的视频 一般来不会让你上到其他的平台上去 所有的平台我需要优质的视频展现 至于好的视频优质的内容好的文案 最终你的店铺你的频道才可能被 未来可能才能才能被客户所喜好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技术做好 这是必须的 考察视频里面有一点 视频我们已经讲过 我写了很多东西在群里面这去看 视频不是你一个月最后上了30个或60个 每天必须两个 每天必须两个 我不反对一次性上视频 如果你的YouTube频道订阅了客户超过15个 你每个月只要上台30个 就是说有15个客户在你YouTube上订阅了你的频道 一个月内有15个客户订阅了你的频道 那么你不需要上60个视频 在YouTube我讲的是你在YouTube不需要上60个视频 只要上30个视频就可以了 看你的订阅量 但是我会强气讲这个东西 你大概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我会发在群里面有不懂的再问我 刚来的业务员不需要考核 两个月不需要考核 新业务员不需要考核 老的业务员必须考核 日报 日报 也等等在计算考核里面的 知道没有 必须日报只有你有两分计算考核 往发一次课一分不发一次可两分 一个月就三次不发日报 本月计算考核是不会表 如果你三个月一个月的三次 你不写日报的话 你计算考核就直接不过了 这是一个变化 日报不写的话 一个月超过三次你就计算考核直接不过 这是一个变化 日报必须每件都写 因为现在很用手机写 所以说这个问题不大 还有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一看 销售占比的绩效分是40分总分 现在这个销售这里有个变化 以前你往上百分之百的话 你拿的绩效工资是拿满的 我现在把技术工资改成1000了 也就是说你的绩效工资 如果你70分是及格的 一般来说你70分就及格的 就是你技术考核过关的 但现在我增加一点 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你70分及格的 但是如果你的分数销售 低于80%的话 你也是不过的 你说你的销售不能低于 就是你总分达到了 但是你的销售达不到80% 你保底业绩不是充斥业绩 你的保底业绩的80% 你的销售都达不到的话 但你的技术就直接不过 直接不过也就是这个情况 销售达不到80% 你保底业绩的80% 达不到的话 你这个正月的技术考直接不过 就是一个三次三次以上不发日报 也直接不过 三次以上不发日报 也直接不过 这是你的重要变化 还有一个好的变化 你如果的 你如果你的绩效 比如说你是三万 你做到五万 你的绩效完成就达到多少呢 达到百分之 达到你绩效达到百分之一 一百五十 就是说你这个不封的 不封顶了 你都分算一个职务家 也就是说你公司给你们 绩效工资给了一千五了 不是原来的一千了 知道没有 如果你们的业绩做得很棒的话 你的绩效 你拿的业 你绩效工资 不只是最多原来 最多拿了一千块钱 而是你现在就可以拿了一千五了 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绩效考核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现在越来越人性化 就是说你越优秀 你的绩效的工资就越高 我现在准备让你们的绩效工资 达到更高 不只是一千块钱 封顶 我一千五百块钱封顶 也就是你绩效工资 可能会拿到一千五 也就是你也想拿到一千五的话 那就是你销售一定做得好 你销售越高 你就越容易拿到了一千五 这个是很大的变化 就是你完成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从三月份开始 你的完成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就是你的业绩完成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那么你的绩效工资是一千五 而不是一千 这个很容易明白吧 但是绩效工资不能超过 我公司只是一百分之一百五十 不能超过 不超过 另外一点 一年之内 从业务员入职起来算的一年之内 每月绩效工资全部会和公司 额外奖励五百块钱 就是你一年的公司如果做了一年 你的绩效每一次都是过贯的话 那么公司最后年终奖的时候 额外花了五百块钱给你 这五百块钱是给你的奖励 年终的时候给你五百块钱奖励 这一下考核分数超过九十分 也可以拿到全部机械工资 也就是你也想拿到一千块钱的 机械工资的话 你只要九十分就可以了 不需要拿到一百分 你拿到一九十分就可以拿到你的一千块的机械工资 不需要一百分 超过九十分给五十块奖励 超过九十六分给一百块钱奖励 也就是说你达到了九十七分 九十八分一百分的 就可以给一百块钱奖励 一百块钱奖励 还有什么呢 假设你达到了你的绩效考核分数是多少 是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那么你的绩效工资是一千六百块钱 这里超过九十六分给一百块钱奖励 对不对 那绩效也一千五百块钱奖励 也就是说你可以拿到一千六百块钱奖励 就比原来的绩效一千块钱多六百块钱奖励 懂我意思没有 你绩效越好 你的绩效的工资越高 除了这一百块钱奖励 你同时还会有超过一百分之一百五的奖励 就是你会拿到一千六百块钱 也就是说你的绩效已经不公平了 绩效再激励 你的业绩越好 你很多方面都可以拿到钱 你就会拿到一千六百块钱 奖励 有奖励也有成好 还有一个 你如果是公司的王牌和敬拜业务员的话 就是考核业绩 来一天你找个公司的王牌敬拜 其他项目都不考核了 只考一个 你这个月就是能不能完成你的业绩 你的业绩目标能不能完成 完成业绩目标你就考核过了 其他东西都不能考虑 你想你不需要这么繁琐 不需要这么每天做这么多事情 那你只能让自己变优秀 没有其他呢 优秀是唯一的出路 实际业绩完成就超过百分之两百的 记住哈 这个是超过百分之两百的 如果你的业绩完成就超过百分之两百的 我给你算一下 你可以拿着一千六百块钱的计较工资 同时呢 你也只需要你逼不一定成为王牌和敬拜业务员 你也只需要考核产品成绩 和慢慢报表 你要个项目了 也就是说你这么多内容的考核之中 你的业绩超过了百分之两百 那么你这个月的计较考核 直接考一考你产品考试成绩合格了 你慢慢报表也即使发给我了 那么就可以了 其他的项目也不考核了 就不再考核了 公司对业务员只考核产品考试成绩和外卖报表 你会选项 所以你这两个项目符合公司的要求 考核满分 其他的都不需要考核 产品考试合格 外卖报表即使发给我 那么你的这个月 就不需要其他项目不需要考核 你只要低于百分之两百业绩 你就必须考核 也就是说 假设你的你的业绩是3万 你做到6万 做到6万多一点点 做到6万多一点点 那么你的考核就很简单了 其他东西都不需要考核 只要考核产品考试成绩和外卖报表 我的要求是你们必须让自己业绩起来 你才有可能少考核东西 公司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管理制作文化 以后公司的企业文化也会考试 新业务员 新来的业务员的话 如果文化考试不过的话 就直接淘汰掉了 老业务员的话 考核不过就直接算业绩 那一个月的业绩算不过关 直接不通过 企业文化 因为为什么要考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对公司文化不认同的话 你再给公司不可能创造很大的价值 对公司的历史再不是一同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一群有梦想 有干净的年轻人心在一起的人才来做成事情 在这里那么我们就一起做事情 不在这里是另一回事情 只要在这里 那么我们共同 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把这个事情做好 把工作做好 把这个做成一个大家成就事业的平台 而不要看成是我的公司 我的企业文化联盟写好的 你真的只要你有能力 公司就给你股份 你就是公司的一个股东 这是我的想法 只要你付出多少 就会给你多少 这个世界很公平 我的这个技巧考核 应该是还是比较的 包括这种人性的 我不做这种技巧考核 我是不尊重那些优秀的人才 这种技巧考核 就是给优秀的人准备的 你们记住 这种技巧考核 是给有挑战性的人 有目标性的人 能堂试的人 想搞钱的人准备的 你如果只是 完成一点工资 或者完成一点任务 这种技巧考核 对你绝对是一种煎熬 是一种磨难 是一种痛苦 这种技巧考核 是给优秀的人 想做优秀的人 想继续前进的人准备的 如果你只是玩了任务 就过一天算一天 就没有什么目标 就是说对人生的目标 没有什么期待的 或者是你的目标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拿了工资 让日子过来 设备好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你这个技巧考核 对你来说 那绝对是痛苦的 这个技巧考核 就是给优秀的人准备的 让优秀的人更优秀 让优秀的人拿到更多的钱 让优秀的人来个买房买车 这是我的想法 我很现实 这个社会也这么现实 你在东北好深圳这地方 来买这房 你就是优秀的 你买不起房 你就觉得你就需要努力 这是肯定的 你在你在东北好深圳这地方 都买不起房的话 你就需要很大努力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差距 我们的目标就是买房 就是在深圳动口 至少也在动口买房 努力的充其深圳的房产 往深圳买房 如果你住不到 那么你就是好好思考一下 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挪钱都是有问题的 你目标是有问题的 你学习各方面都成的问题 都好好反思一下 在这个城市 你能够过得很好 能够买房买车 你就是可以的 你就是优秀的那一份子 你就在这里能生存 你就在这里过得快乐 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住到不这一点 你就是一种痛苦 现在我必须让你痛苦 以后我会让你幸福 现在你觉得想幸福 那么以后你就痛苦 我的绩效 就出于这样一个原则来制定的 我这个人就是 你确保难 哪怕他就是我 一个人我都没问题 我有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难不倒我的 我是全年轻的 我什么都知道 只是我很辛苦 我不希望是我一个人来做事情 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也跟我一起来分享成果 都能学着东西 都能挣着钱 能够在深圳 都能过这地方买房子 买车子 你们都能一个荣耀 让你们家人 你们感到自豪 然后我也因为你们感到自豪 以后即使你不在我这里干了 人家说这个员工在我这里离开了 我认识在任何的场合 都能提起我这个员工 我说这个员工很优秀 尽管离开这里 比我公司创造很多的财富 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任何一个工作舞台 我都会提他 因为他很优秀 优秀的人 永远在我心目中 优秀的人 能够在任何地方 就想提起他 如果你不优秀 我是从来不会提起你的 如果我公司不优秀 你也不会在任何地方提起 有一家卡多特公司 你从来 你甚至都不会提 我在卡多特公司工作过 你一定会这么想 你必须要你强大 要么是我被淘汰 要么是你被淘汰 就这么简单 我是不可能让自己淘汰的 如果我被淘汰 是不可能的 我是要把你给淘汰掉 记住我的话 如果你想让我被淘汰 被这个社会淘汰掉 我首先就把你淘汰掉 我现在跟你们讲了 我的这个想法 心里都可以听听 我是什么的人 我就是要培养优秀的人 培养有目标的人 能调查的人 能共事的人 能分析成果的人 我不平安那个懒人 没有目标的人 过一天算一天 积极性不够 不是积极主动 我们就是在三二五年 知道必须在深圳 动了这地方买房 必须要成为这个 深圳这个地方 那优秀的那一批 也要有你们的 优秀其中的一分子 成为那个top sales的一分子 你如果做这个行业 你没有这样的目标的话 你就不用再做了 趁着放弃 越来越好 这个行业 你必须得做这个决定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必须做这个决定 你必须力量 你必须愈和重生 你必须去挑战 你必须把那对手干死 你必须每一天有自己进步 你必须达成目标 你没有这个决定 你是绝对不可能成就的 我这里已经写了 我待会儿翻了一群里 你们看一看 不懂得问 我们希望 我的技术考核 永远是给优秀人 准备好的 优秀的人 一定会喜欢这样的技术考核 因为他优秀 他只要稍微努力一下 他才完成 而且他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他会有更多的机会 如果你也是不努力 不优秀 那么你以后会 因为这样的技术考核 还会很痛苦 每天都很煎熬 甚至你会 各种犹豫彷徨 各种想法都会有 人要想有很少的 犹豫和彷徨 不要褒雏的话 人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认识成功 成功和业绩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不成功 你就会有各种複名起来 什么东西都不好 只要你成绩不好 你的业绩不好 你什么东西都不好 你心情不好 你所有的工作都会不顺 所以必须成功 在我们的上面字体里 只有成功两个字 除了成功就是成功 没有其他地方 你不成功 你所有东西都不会成功的 一个不成功的人 他所有地方都不会成功 你必须有目标 接下来我讲的机械考核 3月1号开始 3月1号是战型版本 但是战型版本 阿里巴巴怎么改 我就是说阿里巴巴怎么改 我就怎么改 不是我想怎么改 就怎么改 这个时代怎么改 我就怎么改 我所有东西跟时代走 时代是往前的 我就往前 现在阿里他压力又很大 阿里他不改变到 到处压力很大 现在像抖音也起来了 现在视频影响都受美 对阿里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你问阿里巴巴 他没有压力吗 他压力相当大 他如果不挪电话 说不定哪一天 被时代淘汰 他也不知道 现在这种短视频影响 在抖音 视频大货 微信很大的都叫阿里巴巴 所以现在他有粉丝通 马云他们这个人都这么牛逼 在思考 每天都在这里睡不了觉 在想这问题 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不想这问题 好好想一想 没得多想想这问题 大家哪一天 大那个程度有差 根本就没有退路 既然来到这广东这些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热土 就是你创造财富的地方 发挥能力的地方 你会想够去拼 我今天会把这个迹象 发到这个群里面 战斗要趁早 成功要趁早 记住我的话 你是成功要快 速度一点快 这个不能当 越当你 好你的对手越多 你对面就没有机会了 优秀人很多的 优秀人这么多 你靠什么 就靠勤奋 靠提前 努力 先把那个优秀 努力的位置给占据 要不然 后面人一上来 你对面就没你的位置 在那边挤掉 成功越趁早 还是那句话 成功越早越好 努力越走越好 目标越早定越好 我今天的早会 就靠在这里 待会我会发在群里面 今天的直播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疑问的 会生成年迈 有没有问题 有痛苦的问题 都给你说 阿里巴士说什么话 这句话说什么话 我们做事情 是给好人做的 我们做事情 不是给坏人做的 不好的人做的 你要为什么用 阿里的文化 很土 我们做事情 是给好人做的 我们做事情 不是给不好的人做的 知道没有 我 做的任何一份动作 就是给优秀人做的 我做的不好的东西 就给不好的人做 我的不好的那一面 就是给不好的人 知道没有 越好 我好的东西给你 越不好 我就对你不好 你这个意思 这个是阿里的文化 我觉得我还有一种文化 讲得非常好 对不对 公司的管理就是这样的 公司永远只有 讲的优秀者 这公司才会有希望 公司如果对那些不努力 弱者 你如果努力了 我心里还是会给你机会 如果你继续努力又没状态 是不是 一枚目标的感觉的 我什么机会都不会给你 我这个人就是说 对效率很强调 但是我这个人还有人性的一面 如果你真的努力了 你付出了 我还是愿意给你机会的 如果你没有付出 没有状态 又没有成绩 那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这个人 首先讲效率 然后讲人性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性的一个人 我这个人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人 就是你努力了 我会看在眼里 我认为会给你机会 但是如果你努力都没有 又没有成绩 那不好 我这里就不能接受你 我希望其他都不能接受你 那里可能会有更好的前途 公司就是培养优秀者 记住了 我今天讲这么多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太大压力 反正你自己给自己 自去的就行了 想好这个问题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要记得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完成什么 我最近要实现什么 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 我实现干什么的 我要达到一层程度 每天记住自己的人生目标 业绩目标 你就会成长 那今天就到此结束 大家一起加油 还有一点 每个业务的提醒一下 每个业务员出单之后 郑伟在那个区里面说 我现在要在全员群里面发业务员出单的那种战办了 所有的人在 所有的人 在那个 外贸在全员群里面去跟进 郑伟一发 接着一个跟一个 压三送出器跟上去 看到没有 把你任何地方打仗 你首先不要看结果怎么样 就是看你们公司的气势 就知道你们公司怎么样 明白吗 打仗就打到气势上面 你气势都受到人家 你根本就没有实现的机会 想要像我永久生 你 你只要勇敢 你就是人比常在看 比你强大 你只要勇敢 你会不会让人家惧怕你杀分 懂我意思没有 就是人家比你强 但是你不怕死 你就是在挑战 他也会惧怕你杀分的 这个就是战斗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技术和勇气 就是怎么干 是不是 妈妈就是这样的感觉 不是 可不可以讲 你就是一样的 你在这里面行 你在这里没有生 没有 就是这个区别 状态是一样的 是哪里一样 你在这里没有状态 你打仗你一样的 是个逃宝分子 是个逃兵 一样的 是吗 也是战斗 只有战斗 你才能成长 你不要管现在 你不要管结果 你只要把过程做好的 你每一天才撞害 你就是一种成功 我相信只要过程上做得很好的话 结果一般不会很惨 对吗 对 只要战斗 是这种私立战 对吗 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这样你才会最终才会成就 年轻人是要干嘛的 年轻人就是 就是要考事情的 年轻人就是要折腾的 你年轻人都不折腾 你没什么 我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很折腾 我现在都这么折腾 你知道吗 你看我 我现在又还有状态 有激情 我说跟你说 就激情跟年龄没关系 但是我去都市岁的时候 我也有激情 你知道吗 只要你在状态 什么时候都跟年龄没关系 有什么状态 你中南山八十多岁 八十多岁他不是也有状态吗 八十多岁的中南山 不是有状态吗 跟年龄有什么什么关系 你一点话都没有 跟你自己有关系 就是感觉 就什么世界都一样 有状态你就能出抗计 有状态你就能一个什么 你就能一个 活得比你潇洒 你就能超纯打不合你 你在深圳这些地方 你不努力 大把优秀的人 你顺着就被淘汰掉了 你现在你看一看 一切多人的那个打仗 你看到我们 在里面已经被淹没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被淹没了 最后结果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你公司的状态 你公司的那份勇气 对手也会深信地记住你 经过卡路在最后 没有哪怕什么还带假 对不对 他们也会更进入你 觉得你们每时每刻都在状态 你们的团队的士气 你们的团队的精神 每一个人的精神风号 会开了眼睛 你的意外来会净佩你 因为你什么 你那个不服输的精神 感动了人家 你的状态 让人家感受 你这个做这一点 朝央一天就会成功 公司也是一样 团队也是一样 前面短期可能会有阻碍 但是你只要坚持 一个团队 一个人 一个公司 它终于社会成功的 所以说你们必须拿去状态出来 这里就觉得你一会 能够在高位上 你会觉得很运输 就是如果你在我公司 做不到英雄区的话 我相信自己的公司 是一样的 还是一拥一拥 然后就会很长 知道吗 你并不管这个人家的老板 像我这一样的 我死里堂的 知道吗 你要回到老板 不是我这个性格 我这个性格还要强的 我是很逼人的 知道吗 我什么都往死里堂 你这地方老板就是 帮你跟着做事情 什么都不会管你 真的 英雄区的老板 他们不会像我一样的 我们不像他们一样的 都是很卖地的 很拼命的 在努力的 这么状态 甚至这些地方 哪个老板你不会很轻松啊 别看他们那一条 强大关系的事情 他们是找的清楚 他们很累 他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他们管一样的事情 其实最累什么 是老板 什么事情都很累的 所以说这是个团队 大家要在一起好好搞 把事情搞大 把一个气氛拿出来 然后状态拿出来 郑伟 这一会出 一会出 这样出成绩 郑伟就把张伟做出来 然后告诉群里面 我现在要在群里发展望了 你们现在一个队 给我跟上来 准备好了没有 他说准备好了 开始 但是同一写动 像部队一样 医生立下 所有人一起上 这个就是什么 执行力 知道吗 我们也给人的 首先留下的印象是 卡通的那份团队士气 那种执行力 那种状态 人家首先都会对你 观目相看 你们公司就是 一来就是一群人 一来就是一群人往里面发 人不多 但是我们六七六年发展去的话 那时候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有新的人会进来 我们会有更多的人 一起干 不然是政委发的 其他人都没有感觉 政委也要做一个事情 发展望之前 叫大家做好准备 大家都在群里说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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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准备好了 政委一发 收了给你吧 正委说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大家准备好了 就在群里说 我准备好了 每个人都说我准备好了 然后政委再取名一发 所有人都跟上去 就这么干 没有没有 去年呢 有一个去年 我们有每个月东西 记下了那个奖金 和记下卡号的 那个去年来讲的业务员的话 这个月的话同意发奖 这个月底如果有奖项的话 去年的奖和 今年三月份的奖 一起办法 在这个月底一起办法奖 到时候会有 因为这个月底 一般来 疫情应该撤得解除了 到时候公司就会在 会议时开会 同意颁奖 三月份的奖和去年呢 因为我没办法的奖 今年一起颁奖 我答应过你们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一分钱都会少 这个没有 你们就业绩 我就答应你们的事情 记得你们 让你们来成交 你们来搞业绩 你们要努力回循判 从下一个星期开始 我就看循判 就按照计则考核 那种循判绩效 你有反馈才会有循判分配 有个都没有循判分配的 记住 这个星期 如果你没有客户产生循判了 产生样配订单的话 这个星期 那么你就下个星期就没有循判了 记住没有 你们要努力 今天星期几了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六了 我看看你们有没有产生新的订单 这个星期产生了新订单的 下个星期就有循判分配 我都是没有的